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心服气躁 不要说一分沉浸心 没有 百分之一的沉浸心都没有 他怎么能受益 佛法里头殊胜的功德力他得不到啊 佛菩萨在这里讲经说法 他天天都来听也得不到 什么原因呢 真诚清浸心没有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在什么环境 只要自己居足真诚共进 读经也好 经经也好 你在网络上听 你在卫星电视上听 没有不得理的 不但对一切人共进 对一切畜生共进 对树木花草共进 对山河大地共进 对一切万华共进 无不进 佛闭门里面的人士物 travailler Deviamy 无不进 你翻开了整个民主的意思 你翻开了 第一句话 ved一切起来 目前第一句话 去离约无不进 没有一样的问题 世出世间 圣人多久太多 哪有不尽的道理 为什么要尽 因为他跟我这个题 一个自信流露出来 不尽他就是不尽子 不尽众生就是不尽佛 要学圣弦教会 要学佛法 头一个就是学尽 他的人不敬我 我还敬他了 他不敬你 他是搞反复 要搞轮回的 我现在也想成佛 他不敬我 我不应该敬他 那么换句话是 他搞轮回 我跟你继续轮回吧 那不就这个意思吗 那么我们今天 既然真正觉悟了 不跟他一样 他不敬我 我敬他 他虚心假意在我 我用真诚心对待他 这就跟他不一样了 他是天天烦恼做主 七情无欲 烦恼的作祟呀 我们智慧光明 亮亮照亮啊 这不一样 就在此地呀 为你真正想学佛 真正想往生 没二话说 一切恭敬 你怎么样敬佛 你就怎么样敬人 善人要敬 我人也要敬 为什么呢 我在华言言诀上都说到了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对一切众生的恭敬 就是对祝福如来的恭敬 对一切众生不敬 就是你信德上啊 又其了无名了 说个不好听的话 又其了业障了 你天天想消业障 这业障不断的起来 你哪能够消得掉呢 如果真正想消业障 那就得一切恭敬 真正做到一切恭敬呢 那恭喜你 你的业障消掉 你没有业障 所以注意呀 一定要是离敬 离敬不断对人 要真诚恭敬 诚心就是没有分别心 有分别心就不成 对人 对私 对私是认真不敬 把这张事情做好 对你 不是要爱惜 要把他保持 整齐清静 这是对我无的恭敬 这张桌子 摆得真正气气 没有把他摆歪摆斜 这对他的恭敬 每一天把他擦得干干净净 不要让他有灰尘 这是对他的礼敬 礼敬祝福 里面含义非常之广大 你不要看到这个 离敬祝福 看到佛福 他公公经历 顶礼拜三拜 看到人就化脾气了 怎么行呢 是错了啊 一切众生通通是福 不但一切人是福 刚才讲 这一本子也是福 一切四也是福 这个福里面的含义 是广大无边 是一句离敬祝福 是对人对死对无 一定要用清净心 平等心 恭敬心 来对待 这是我们信德 开法自信的观 那个功德利益 那是无比的出身 不肯做 他不知道 你真正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 你自然就能体会到 圣教能够欺负 就是真诚心 恭敬心 英光大四教我们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 万分沉浸 你就成佛了 你得的是究竟圆满的利益 人人都能得到 问题 你有没有沉浸心 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心与不小 你要问为什么 佛说得很详细 因为你本来是佛 这是讲真因 你本来是佛 佛说的经 哪有不懂的道理 不比人教 全靠感应 真诚心是感 自信清静心 他就能印 例子很多 古今都有这些大德 不认识字 没念过数 尖教没有一样不同 该怎么回事 感应的 自信一头 自自然然 溜出来 佛法 是思道 思道 是建立在 静 这个字的基础上 所以 印光法词讲得好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我们修佛 得利益多少 说老实话 不在外面 在自己的沉浸之心 你有几分沉浸心 你的几分利益 你没有沉浸心 天天跟在佛的旁边 也不得利益 这是真的 当年佛陀在世 提佛大多 常在佛身边 六群比丘 也常在佛身边 为什么不得利益呢 没有尊敬心 他们眼目当中 看佛 也是平常人 跟我差不多嘛 所以 在佛的身边 不得利益 如果有真诚 不在佛边 也得利益 为什么呢 一交封信 佛所说的 他真正做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